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疫情持续延烧 为了实现清零 北京也祭出强力管控措施 北京大学15号深夜爆发抗议 学生们不满学校建立柏林厂 把学生宿舍跟外界隔开 大批学生深夜聚集抗议 甚至还将管制的铁墙推翻 微博上面有人赞扬北大学生的抗议 重现了1989年六四事件 为了民主自由示威的精神 不过这封贴文已经快速被删除 相关消息目前被全网封禁 中国首都北京近日出现俄国疫情 当局例行严苛的防控措施 引起民众恐慌跟不满 而在中国最高学赋北京大学 当局15号连夜架设围墙 更是引发了天子门声聚集抗议 据了解北京大学数号晚间在没有通知学生的情形之下 在万流校区逐起隔离层 将学生宿舍与教职园区区域进行隔离 而快递点 理发店等设施都在教职员工区域之内 教职员工跟家属可以自由进出 但是学生区域出入受到限制 而且还不允许点外卖引发学生不满 从社群媒体流传的影片可以看见 部分北京大学学生深夜在宿舍下的马路跟露天廊道聚集抗议 要求校方拆除万流公寓周围的隔离墙 影片之中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陈宝健 拿起大喇叭自报姓名 他表示自己将会为大家解决问题 会跟各个学生们沟通 请大家先回去 不过台下的学生们发出学生 而在陈宝健说话同时 后方也学生动手拆掉金属墙 引起台下学生们欢呼鼓掌 一位不愿具名的北大学生向法新社表示 书号晚间至少300名学生聚集在万流校区的宿舍楼外抗议 万流校区是规模庞大的北京大学所在地之一 该名学生还表示 甚至错失完全摧毁了每个人的正常生活 而且对学生的规定比对教职员工还要严苛 有学生代表在学生离去之后 请校方领导签述不追究学生的承诺书 不过目前还不确定校方是否签署 也有学生在网络上表示 当时辅导员还鼓励学生们 根据现场的照片互相举报 法新社记者联络北大校方 询问有关15号深夜的情形 北大表示该事件不是抗议 只是学生们表达诉求 据了解目前没有中国媒体针对该起事件进行报导 这个事件也让很多人想起 1919年爆发的大规模学运五四运动 此外北京大学也是天安门广场抗议运动的发源地 不少网友们赞扬北大学生的勇气 纷纷表示北大不快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五四精神就在北大 也有人将北大这起事件跟六四进行连结 赞扬北大学生的抗议 重现出1989年六四事件时 为了民主自由示威的精神 不过该封贴文已经快速被删除 而相关事件目前发生后不久 内需微博有关北大的话题跟相关影片已全部被屏蔽 在世界各国逐步解除封锁限制之际 中国却在进一步封闭国门 中国海关上个礼拜宣布 今后将严格限制非必要的出境活动 有人忧心收紧出境政策 或许并非完全来自于防疫的目的 过去一年以来受到严格措施的影响 中国公民出入国境本来就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而根据最新发布的海关通告 今后中国人出国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 防疫令中国进一步关闭国门的报道表示 中国官方表示将采取限制出境的措施是源自于防疫的需求 当地政府考量也许是 出境者将来回到中国时 有可能会把病毒带入境内 此前习近平这一次党的高层会议之中也表示 要将遏止疫情列为首要目标 不过法兰克福汇报报道指出 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越是重大的政治决定 其措辞就更加模糊不清 因此很多人忧心 本次严格限制出境并非只是来自于防疫的需要 疫情过后国门依旧会持续关闭 过去两年的防疫政策 已经使得中国越来越明显的陷入 避国锁国的状态 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 去年一年中国出入境人数比2019年减少大概八成左右 2021年上半年 当局只发了33万5千本护照 比2019年上半年减少了大概98% 减少同外部世界的交流 完全符合中国政府当今的意愿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著名的亚洲学协会举行网络年会时 中国学者就因为受到阻碍无缘参与 习近平还发出大学不应该忙从国外标准的呼吁之后 一些中国知名大学已经宣布不再参与大学的国际排名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政府 目前正在试图切断中国各城市跟境外的联系 而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认为 中国开始强硬锁国 恐怕跟台海紧张局势有关 早在去年底 中国发改委要求各地 在秋季推出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当时就引起光有议论 有人认为可能是为了疫情封城而做准备 有人忧心是因为战事即将发生 而今年上海历经超乎常人可以想象的封锁政策 也让外界推测 中国这个举动或许是以防疫作为借口来进行压力测试 模拟对台海发动战争之后 该如何面对国际的经济制裁一击脱钩 北京市24个小时之内增加39例本土病例 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徐和健表示 这波疫情已经让北京展开十轮区域核酸检测 每一轮都有零星隐匿的病例发现 因此证明社会面还没有完全清零 而在此同时 5月16号0点到下午6点 天津市增加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 增加无症状感染者有18例 政策媒体报导 北京市防控疫情指挥记者会16号下午通报 15号下午3点到16号下午3点 增加本土确诊病例39例 从4月22号到5月16号下午3点 北京市累计报告1113例本土病例涉及15个区 核酸检表示 当前北京跟疫情较量依旧处在焦灼情况 接着发生聚集性的疫情跟连续筛检排查之后 发现社会面隐匿病例传播链 加大了疫情的不确定性 北京防控情势严峻复杂 他表示本次疫情 北京已经展开10轮的区域核酸检测 每一轮都有零星隐匿的病例发现 证明社会面还没有清零 16号起 北京12个区再连续进行三轮区域核酸检测 17号开始 北京市封控区管控区周边的公车跟地铁 部分路线以及车站 将会查验乘客健康码 随便还表示 社会面防控要从严从尽 要抓好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 重点场合 重点人群疫情防控 他还特别提到要抓时抓细 在京高校疫情防控工作 而在此同时 5月16号0点到下午6点 天津市增加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 其中北城区14例 东利区10例 本轮本土疫情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经28例 有媒体询问到 在本次筛检之前 天津市的疫情情势非常平稳 为什么通过大筛检之后 却发现如此多的阳性病例 天津市当局表示 近期人员流动比较频繁 天津已经有一贯时间 没有出现本土聚集性的疫情 但是却又经历了5亿长假 因此还是有隐匿性的风险存在 根据一份外泄的新疆警方数据库 提供的讯息显示 中共近几年在新疆南部地区 以所谓恐怖主义有观点的指控 关押了将近3万个威吾尔族人士 其中光是舒复县 每25个人就有一个人 因为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被判入狱 这是目前全世界已知道最高监禁率的地区 这份由美联社获得 并且部分核实的名单显示 仅在新疆南部的舒复县 有超过1万名维族人士被送进监狱 舒复县是典型的新疆南部的农村 有超过26万7千个人居住在此 这份名单显示 县内遭到判刑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 而且星期从2年到25年不等 平均是9年 多数人是在2017年被抓捕的 由于刑期偏长 因此大部分的人至今还在关押之中 这也是目前为止人数最多的 遭求威吾尔族人士的名单 反映出中国政府镇压规模之大 估计有100万个甚至更多的人被关进 居留营以及监狱 这份数据最初是由独立的新疆问题学者 宾吉恩 从一个匿名消息人士那边获取的 这位消息人士表示自己是汉族人 反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 美联社在获得该数据库资料之后 对8位威吾尔族人士进行采访 而他们又从名单之中认出194个人士 此外他们还通过法律公告 跟中国官员通话记录 以及核查地址 生日身份证号码等 对该资料库进行独立部分的核实 这份名单之中不包含犯下典型刑事罪名的人士 例如是谋杀或是窃盗罪 反之侧重在跟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有关的罪行 或是传统上面用来对付政治意见人士的模糊指控 例如挑拨离间跟挑衅罪名 专家认为这些关于恐怖主义的指控 都是捏造出来的默许有罪名 而这代表被关押的实际人数肯定更高 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的数据 即使保守估计 收复线经济率也高出美国10倍以上 另外根据中国2013年国家统计数据 收复线经济率也比中国整体高出30倍以上 不过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国国务院反复发表报告 散布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拘留营强制童话等世纪谎言 试图抹黑污蔑新疆遏制中国的发展 而这样的图抹不会得逞 中国极端的清零政策引发不少民怨 但是被视为习近平智囊的知名经济学家 李道奎竟然表示 中国在过去两年防疫的成绩是一项伟大胜利 每个人平均寿命延长10天 他也建议把一线工人集中起来建立厂房 一边隔离一边生产 对此中国网友嘲讽 多出来10天的寿命都拿去排队做核酸检测了 还有人说做三年的牢就为了多活10天 真是划算 一场中国经济学家论坛14号在北京开幕 出席同一场会议的野村证券经济学家陆婷认为 越来越多国家大幅调整防疫政策 改以不清零作为目标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清零的难度更大 代价更高 不过清华大学佛里曼经济学讲习教授李道奎 在会议上面以胜利来形容中国这两年多以来的防疫成绩 他表示经济发展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 他说把美国死于疫情的100万人口乘以4倍 若是中国没有做好防疫工作 过去两年就会有400万个生命的损失 而以平均寿命来看 中国过去两年防疫成绩 相当于让每个人多增加10天的寿命 平均每年5天 而李道奎的论调被披露之后 在中国网路上引起不少的质疑 一位网友表示 仅延长10天寿命就说是胜利 这个论证太粗糙了 而且就算寿命延长10天 这10天够不够我们排队做核酸检测 够不够我们集中被隔离消耗掉的时间呢 中国资深媒体人联青川业义 李道奎们被骂 一点也不冤万为题发表文章 他表示因为一个流行病的控制 全民的寿命就得到增加 李道奎根本是在侮辱全中国人的智商 还是侮辱我们国家40多年以来 避露蓝绿 无数人贡献智慧 努力跟协力的市场经济 跟社会福利事业 同时李道奎还谈到如何报经济 他表示产业链一定要保住 但是在严格清零措施之下 人都被隔离起来 如何保住产业链 对此他竟然表示 这一把一线工人们 集中隔离起来盖厂房 在工厂旁边一边隔离一边生产 这段话迎来中国网友 讽刺他是鼓励 兴建集中营 北欧国家芬兰跟瑞典 先后表态将加入北约 俄罗斯副外交部长 利亚布克夫批评 这是一种严重错误 将会加剧欧洲紧张局势的忧心 而面对俄罗斯发出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表示 美方会在需要的时候 向芬兰以及瑞典提供军事支援 至于中国方面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不过他并没有正面回应 中方是否认为这项变化是北约东扩的风险 而同时俄罗斯社群平台流传一部影片 声称有俄国可携带核弹头的飞弹 目前正部署到靠近芬兰边境的城市 综合媒体报导 芬兰跟瑞典相继打算申请加入北约 引发俄罗斯强烈不满 威胁恐吓一波接着一波 根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导 俄罗斯副外交部长今天表示 芬兰跟瑞典选择加入北约是一个错误 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并且导致全球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他还表示芬兰跟瑞典不应该抱持幻想 认为俄罗斯会轻易接受他们的决定 而亲近普京的俄罗斯民罪跟政客 近期陆续在俄罗斯媒体上放话 还扬言要祭出战术合物 根据英国美日邮报的消息 俄罗斯第一频道的政治评论院表示 他们的官方理由是恐惧 但是他们加入北约之后只会有更多的恐惧 当北约基地出现在瑞典跟芬兰时 俄罗斯将别无选项 只能通过部署证书合物 来消除不平衡以及威胁 而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直言 俄罗斯的威胁令人忧心 不过芬兰跟瑞典是否想成为北约盟友 并不是俄罗斯决定的 而是取决在两国人民 可比强调芬兰跟瑞典两国都拥有 非常现代化的军队 美军愿意与之共事 如果他们想要在等候审核期间 需要一些额外的支持 美国将会提供包含军事在内的协助 而至于先前 中国外交部多次批评北约东扩 导致俄罗斯安全诉求没有得到重视 如今中国外交部例行制者会之中 周历坚回复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时表示 在欧洲问题方面 中国方面的立场是一贯而见明确的 也都是希望各界可以本着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 通过对话跟谈判来实现欧洲的长治总安 赵立坚表示中方立场一直非常的友好 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当然会给中国跟芬兰的关系带来新的因素 而当被问及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是否会有怎样的风险时 赵立坚表示 芬兰跟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他还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说过有关北约跟北约东扩的立场 今年2月4号中国跟俄罗斯元首会晤 并且发表联合声明时 双方在声明之中反对北约持续扩张 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中方在战争进行阶段也持续阐述相关立场 同时俄罗斯社群平台流传一波影片 声称有俄军的可吸带核弹投飞弹 目前正部署到靠近芬兰边境的城市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